大家好,我是华子 在这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又要出发了 这次我将去一条特别著名并且分景十分优美的线路 这就是川西小环线 今秋十月是川西最美的季节 这里不仅有著名的斯姑娘山 雅拉雪山以及贡嘎雪山 等等众多漂亮的风景 关注我带你看川西 出发 因为是十一黄金周的第一天 所以特别担心路上会堵车 但是西红的事并没有发生 第一站我们将去位于夏河的拉布兰斯 现在所住的位置就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 在我背后的这就是甘肃地区最大规模的藏传佛教寺院拉布兰斯 同时它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宗主寺之一 规模非常大 这里的信用特别多 拉布兰斯门口的这些木板呢 就是为藏族同胞来提供向着拉布兰斯方向进行可唱头所用的 今年呢整个甘南藏族自治州所有的旅游景点都是免费 当然也包括拉布兰斯 拉布兰斯的规模非常大 僧侣在鼎盛时期达到了四千多人 由第一世加莫样活佛 创建于清朝康熙年间 今天呢拉布兰斯不知道在举行什么服饰活动 所以许多大殿都是禁止入内的 但是在大殿门口有幸看到了 众多的喇嘛在这里送进祈福 这些喇嘛就是村拉布兰斯最大的这个大景点 然后举行完活动走出来的 可以看到活动非常大 每一个喇嘛都是神庄而出 藏传佛教的寺院呢 它跟我们的汉传佛教的寺院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的建筑规模非常大 但是不对称 基本上就是在一片区域内 哪里有空地就会在哪里建房间 和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死院对称的 然后有院子包围的这种形式是不一样的 离开拉布兰斯之后呢 我们继续南下 过了甘肃境内之后就到达了四川的入尔盖草原 这里也是当年红军穿过草地的地方 这里呢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边缘 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 蓝天白涌草地 一样都不缺 风景非常漂亮 而且秋季呢 是格桑花盛开的季节 路边随处可见一大片的格桑花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 是四川省的松盘县 明天我们将会去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 慕尼沟 在松盘呢 你不得不吃一下当地这种牛杂火锅 是当地的特色 非常鲜美 顺便大家还可以关注抖音华字同学 看更多精彩视频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